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投资先机》 我是吴永恩 今天在我身边请来的两位嘉宾 和大家探讨一下商品市场的最新走势 因为看到一整年里 商品市场十分波动 两位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看看2016年的1月21日 看到港交所方面 公布了一个三年的战略计划 同时也换了一个新的Logo 看到它的战略计划里面 其实都是很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先看看战略计划里面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们抽出来看看 究竟在商品方面 大中商品方面 为大家带来什么 大三通 听下去 如果没有看过战略计划里面的核心内容的话 听起来好像一些很深的概念 简单来说 国际定价权都分了几个方面 包括有股票 大中商品 和货币 这三个东西 如果这三个东西都能够做到自己 有个国际定价权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实看到 刚才Lewis有提过三通 很简单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股票通 大中商品通 和货币通 刚才Lewis也有提到 股票通 可能大家觉得简单很多 因为大家接触了一段时间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户港通 未来的憧憬2016年会有深港通 但我们看回以户港通 简单就是股票通 做一个借鉴的话 其实不算很活弱的 我们看到两地之间 借着股票通的一些交往资金的流动 不算很活弱的 其实这个情况 会不会套落大中商品通 可能都会是其中一个遇到的难题 是便宜的 那为什么要去内地买呢 这点其实是为什么要去内地买呢 还要被人说买得昂贵 作价是昂贵的 是很大的 在过去方面来说 我们的入口 或者定价方面 很多时候都是芝加哥 或者在伦敦方面来说 做好所有的东西 其实那边塞给你 这个价钱就是了 刚才Lewis所说的 就是没有国际定价权 是否就是你所说的 国际定价权是一样东西 另外一方面 现在可能这个值什么价钱 它有一个 好 刚才你说到 就是说这三通里面 集中说一说 就是这个大中商品通 其实大家去到 听一些商品的时候 普罗大众的一些投资者 立刻联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金和油这两样东西 刚才也都说到 过去一年来说 就看到油价很明显 就是一个下跌的浪 其实我们今次所探讨的 这个大中商品通 除了大家耳熟能长的金 和油之外 其实里面 细项里面 究竟包括了些什么 大家可以去认识的呢 其实大中商品 是一个很大商品的一个领域 是 其实大中商品 亦都会提到一个现货的交易所 究竟现在来说 港交所也有提过 计划在内地 希望设立一个现货的交易所 其实这个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靠第一次发股票 先做新股 新股没有了IPO 或者没有了一级市场 自然来说就不会有二级市场 所以既然目前的时间 市场上未能提供到一个 所谓说一个大中商品的一级市场的话 我自己来说就想着自己 建一个现货的交易所 会出来 但其实这样看下去 现货交易所 会不会所牵涉到的成本 和整个设立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会是比较复杂一些 港交所 就是他现在 其实现在来说 大家去到 听起上来 一个大中商品 其实都会觉得比较遥远一些 因为那些东西 我们刚才说到 除了米 大豆 这些刚才提到的 比较有趣一些 其实大家都接触得到的 但其他 其实有很多 金属等等 好像木材 其实大家都 在概念上 也有 但去到真的看到 其实机会 就不是很多的 Harris 怎样看 其实大家的认知 不算多的时候 你觉得港交所 在这方面 应该是做些什么 去教育 因为始终这个大中商品 国内的情况 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但是香港方面 不算是一个很流行的情况 相比股份 其实在内地为例 买到一架货 可能几百元 几千元 其实都已经买到的了 你说的是大中商品 其实不需要一个很高的入场门栏 不需要的 其实是几百元人民币 几千元人民币 都可以 举例 市场上比较流行的 就是Nip的一个产品 其实现在的时间 目前来说 买一公斤 代表六十多元 其实的时间 最少的买卖单位 就是十公斤 其实是六百多元 其实已经可以买到 一手的货 回来 而且买其货 都可以买合约 其实不用真的 要拿电梯回家 或者我买一口米 就可能 要去搬点米回家 其实可能很多 散户的想法就是 我买商品 我就要买一块橡胶 我就要拿一块橡胶回家 其实不需要的 其实很多合约 其实很多中间的购买 会帮你做所有的事情 趁现在的价钱便宜 其实也是一个考虑 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究竟在这个大宗商品里面 大家怎么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可以利用一个大宗商品 当互联互通 开始了之后 怎样在这个市场上 有更加多的认识 还有可能有没有获利的机会 我们下一节 回来和大家聊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 《投资先机》 这一节继续探讨一下 大宗商品方面 在香港以及内地的发展情况 Heras 我们看到2015年 大家一说商品价格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呢 即是无论一些金 或者油价 特别是油价 大家觉得回落的幅度 十分之大 就是基本上 就离开不了下降轨 其实一直看到 美汇指数 在比较强势之下 商品方面 以美元计价的话 全部都似乎 未能够脱离跌势 其实为什么大宗商品市场 甚至是油价等等的情况 在过去一年 其实表现真的十分之差 甚至比大家本身 预期了是差的 但它真的做得比大家预期更加差 首先 正如你所说 梅的大佬 梅老大就是梅大佬 就是梅的老板 简单来说 他们通常很有钱 人们会说他们很挥霍 整对车队出出入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载出来太容易 就是它加大了生产 那变成了价钱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收入突然水涨船高 也其实有报道说过 澳洲那时候的铁矿 那些工人 其实每个月的人工 居然可以有五万港币 很好 居然有五万港币 为什么这么高呢 因为那时候铁矿价 是一直涨上去 反过来 现在其实跌下来了 为什么跌下来了 因为每个都走去做这些东西 变成了每个都走去做 会不会就是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令到供应 是有增加到 但可能大家会归咎于 中国内地经济放缓了 就是增长放缓了之后 就是那个需求方面 那两个工需 这样拉起来 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 其实商品价格做得这么差 我说得很适合 其实两样东西都是 其实就是因为需求方面 大家看到近期环球的经济数据 都是一直开始下滑 下滑意味着需求没有那么大 你供应又多 需求又少的时候 自然的价格方面 就不是好像之前 那么理性地慢慢下跌 现在其实在说 一会缩起来 变成了价格 有个笑话就说到 好像油那样为例 原油其实是正常的 你泵了出来 找地方找个仓处去储存它 但居然现在是去到什么 泵了出来 没有陆地去储存它 因为陆地的仓库已经满了 没有陆地去怎么办 放在船上去 但是你需要知道 一只船在大海之间 其实是说 它要维持着它 不要沉的时候 很基本就是 开着引擎去泵水 就算很慢地走 也要维持着它 它就算浮在那里 也要燃料 Helris说的 那个价格跌的另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价格会低了 低了之后 造成了一个 什么惡性的循环 就是说 以前的时间我营运 OK 变成了导致到的时间 有一个循环 可能三元就不行 那是二十元 就变成了一路就更加生产更多 刚才你说到 一桶可乐就换到四桶原油 大的一个比喻 一桶牛奶就五桶原油 这样说 可能生产可乐和牛奶 就比较化算 而且牛奶原来比可乐 早上都要喝牛奶便便便便便便 其实可乐也是油做出来的 所以要知道可乐也是原油做出来的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其实当这些 价钱去到一个谷底的时候 因为其实你的油井 油的数量是固定了的 它不会突然间 会再变更多的油出来 那太便宜的油 或者太便宜的原材料的时候 那就会引发到什么呢 那些投资者不愿意再投资 一些新的油井 他不愿意再去做开发 所以大家可能 如果买股票 那些人专门做开发 搞一些配套的 为什么跌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问题是太便宜了 便宜到油公司 根本再不愿意去投资 开发的话 可能用了的钱 根本是否还要虚本 可能所以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根本停了 不要再开发出来 停了 曾经去中东 即公共市场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人就是这么说 油就是比水平的 在他们那边 估不到在若干年之后 竟然在整个市场里面 油价真的都便宜了这么多 这么说 刚才你就说是一个bargain 就是一个挺底的位置 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呢 如果大家觉得大中商品 真的去到一个这么低 或者这么底的位置 其实是否一个投资机会 大家不应该错过呢 是 我觉得其实就是 任何东西的时间都物极必反 就是说 刚才虽然我们说到的时间 就是说 我建了一间工厂出来 或者开一个矿 我现在的时间 渐平渐渐渐都没办法 因为要营运下去 因为如果我不营运的时候 例如说 我的油价 我说我今天不开彩了 第一个问题 在短时间之内 不可以长篇难过 简单说 你没办法持续的 会慢慢会减少 而导致到加价上来说 是可以涨上去 物极必反 看看究竟这个 商品市场方面 是不是真的在 未来一年里面 可能有没有少论 甚至一些转世的情况 大家说了这么多 就是关于大宗商品 亦都说过 就是内地的一个 就是2011年之前 的而且我们整个 中国的大宗商品 是五年的一个时间 对 五年了 究竟这个规范 这条路他们做成如何 算不算成功 希望可能将来来说 会见到更多 关于这个商品市场 希望互联互通 做得更加好 发展能够更加成熟 谢谢两位 上来和我们分析了 这么多三通 另外就是关于 大宗商品的最新情况 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谢谢这么多观众收看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